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我们不止于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不只是救我们将来有盼望 主耶稣更是要救我们 信他以后在今生今天就享受他一切的恩怨 怎么样让我们享受恩怨 就是今天他所应许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 信我的人要从他负重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就是应许要赐圣灵把回事 圣灵要赐下来 我们想一想 常常我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就有一个感想 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 旧约时候有律法 有一切的敬拜的仪式 那他没有永生的应许 有没有注意到 没有永生的应许 他只是等着将来那个弥赛亚来审判的时候 那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在恩典的时代怎么样呢 我们信了耶稣 立刻就能享受主耶稣 所以他应许赐圣灵 主救我们 我们说我们知道 一方面是赦免我们的罪了 第二方面呢 让我们得这个新生命 得了新生命呢 就是主就与我们同在 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天使就说 是八百年前的这个先知也是预言 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做什么 以马内利 现在大家写卡片 常常写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什么意思 神要跟我们同在 神要跟我们同在 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来了 神的儿子已经到世上来了 他不但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 他还要与我们同在 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要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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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的是要把我们这个人要改变 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把这个生命要改变 不只是信 不只是信 多少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了 或者说你说你受了习了 加入了教会了 我们这里一切的工作就完备了 到此为止了 这等着什么呢 等着将来上天堂了 不是这样子 信耶稣不是终点 不是terminal是起点 信耶稣是起点 你先来耶稣 你开始要走一条道路 信耶稣是跑路 你看保罗怎么说呀 到他快临死的时候 快为主 寻道的时候 给他的儿子怎么说呀 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怎么样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什么叫当跑的路 他这个意思就像 胡林匹克里边的赛跑一样 Running race finished the race I finished the race 这条路我跑进了 人生是跑路 基督徒不是坐在那里等上天 不是错误 那错误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没有改变 那证明我们信了有错误 他有的教导有错误 你看保罗使徒的教训都是这样 向着标杆直跑 信耶稣是跑 以后说第六章是怎么样 我们要基督徒每天是属灵的征战 是打仗 是逃 不是坐在那里 不是在那里 不是那样的 你信耶稣以后 享受不到耶稣 没有用处 为了让我们有用处 为了我们享受主耶稣的生命 所以你看他应许我们要有附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他怎么样 赐下保贵石 非常的保贵 他赐下保贵石 圣灵保贵石 圣灵保贵石 非常的保贵 主救我们的好像把一个乞丐 变成了王子 是不是 啊 经上有个乞丐 我们本来就是 主我们找到了 带到王宫里面去 那刨给我们穿在身上 说你今天就是王子 信耶稣就是这个意思 你信的时候一受习就是这个意思 那耶稣那个刨啊 你看 王国常常讲 披戴 周耶稣基督 披戴 扑他 穿上 什么叫因信称义呢 什么叫因信称义呢 就算我们为义 为什么算我们为义呢 把他自己 他儿子的那个义 那个义袍 披在我们身上 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 算为我们的 披在我们的身上了 所以我这个乞丐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王子了 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圣经的教训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到这里为止 乞丐不是披上了这个王子的袍 不是到这里为止 披了袍以后 进了王宫以后 还要洗澡 注意 还要过 学习过王子的生活 乞丐习惯了在这个猪圈里面 滚 今天披上袍了 又跑到中间去工作 对不对 习惯了 那是我们的天性 今天披啊 不光是披带 我们还要改变 过这个王子的生活 我们的得救 信耶稣说得救 只是初步的得救 得救了以后 我们就向什么迈进呢 要向这个成圣迈进 你打开罗马书好吧 罗马书 罗马书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 我讲错 罗马书第六章 你看罗马书 12345啊 到第五章为止 讲到音信诚意 第六七八章呢 讲到什么呢 耶人这圣灵成圣 找到这个字啊 第六章 十九节 罗马书六章十九节 六章十九节 六章十九节 十九节的后半 十九节的后半 现金 那个十九节 有从前 你看有从前 有现金 十九节里有这两个字 这是一个改变 你看到 基督徒不变不行的了 圣经的教导都是这样 是从前 现在不能一样了 如果一样 我们白信了耶稣 信耶稣跟信一个哲学 信理论一样 没有用 你看这里 从前现金就改变了 现金怎么样呢 将肢体献给一座奴仆 以至于成圣 这是目标 成圣是目标 成圣 我们一看成圣这个字 我们就吓了一跳 我们基督徒怎么能成圣 好像像你我这样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怎么能说是成圣 但是这个成圣 是神给我们定的目标 我们看了 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 我们从批赖耶稣基督 那个袍的时候 就已经是成圣了 那是一个成圣的地位 成圣的应许 现在我们要过真正的生活 要洗澡 要学习过王子的生活 那就叫做成圣了 这成圣不是说 基督徒里面是圣徒 圣人才成圣 保罗 使徒保罗在书信里面 从来没有这样讲 使徒写信给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我们前辈的一个 前辈的一个信徒 他写一本书叫做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什么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你成圣以后 你乞丐做了王子以后 你就过了这种洗澡 洁净 同时不跟中间去混的这种生活 这个就叫做成圣 一天一天就怎么样呢 慢慢变成王子的样子 不但是衣服表面变成王子的样子 你整个这个人 里面外面 生活习性 都要变成王子的样式 这个叫做成圣 看到吗 所以成圣是什么 成圣是我们必须走的 是那个目标 标杆 向着标杆直跑 这是标杆 为了这个成圣 成圣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 你看六七八章讲到 成圣是什么样子 自己做不到 所以 为什么差遣圣灵保会是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圣灵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是要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这个生命 改变我们这个生命 圣灵赐下来以后 有许多的工作 保会师许多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 其中有两方面 大家要注意 一方面 就是光照与责备 光照与责备 圣灵要做的工作 一方面 光照与责备 约翰福音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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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章 第九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九节 他既来了 他 圣灵 他既来了 圣灵 他既来了 十六章 九节 就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神探 自己责备 自己注意 他来到世界 圣灵来到世界 是叫人 自己责备 自己 叫人自责 为什么叫人自责呢 圣灵来了以后 他要光照 他要光照 圣灵来了 我们自己才能够 看见自己的真相 要光照 圣灵来了 要责备 你看 他责备了 我们自己就责备自己了 我们自己看不见 我们自己的真相 所以要等圣灵来了 他要责备 要光照 我们自己就看到 我们自己的真相 看到我们真相 是乞丐的样式 一无所有 一无所事 看清楚我们自己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瞎言 赤身的 怎么能看清楚 圣灵的工作 自己责备自己 第二方面是什么 圣灵工作第二方面是什么 是启示跟组织 什么叫做启示跟组织 他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 你看 我们现在不赢了 约翰福音底下十四章以下 都讲圣灵的 用他的功用 为耶稣做见证 要荣耀耶稣 要详弃主耶稣说过的话来 要叫我们进入真理 诸如此类的 都是把耶稣基督启示到我们心里 各位弟兄所谓 我们即使受了洗以后 刚做基督徒 我做了基督徒 做了十年八年 对耶稣基督徒还不清楚 你知道吗 还不清楚 所以圣灵呢 他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启示 是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 有长进 越加的认识耶稣 更加的认识耶稣 一方面我们更加认识自己 一方面更加认识主耶稣 所以圣灵的第二方面 我们的启示 还有什么呢 组织 什么叫组织呢 就是把耶稣 不只是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 是我们认识这位 我们所信的是这个独一真神 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这是圣灵的启示 组织是怎么样的 不是过过头脑的 只是就完了 那你读圣经读得很熟了 都能背下来 这也没有用处啊 圣经是圣经啊 你是你啊 要组织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 整个的组织到我的里面去 你还记得 我们讲圣经第六章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吃我肉和我血的 就有生命 还记得不记得 吃我肉和我血的 就有生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就是他要组织到 组织到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来 他的生命 他的那个丰盛的荣耀的 那个得胜的生命啊 组织到我的里面来 这是神最终的目的 那刚才我们看过第六章的 什么 以至于成圣 成圣是什么 就改变成像 像一个王子的样式 乞丐完成改变 就是一个王子的样式 对不对 这是主救恩的目的 所以主差遣圣灵这件事 我们都要注意 信耶稣的人都要注意 对我们关系太大了 现在是圣灵时代 现在是圣灵时代 而我们基督徒一生前面的道路 要跑这个道路 我们一生前面的生活 整个都是靠着圣灵 这个请你们拿到 谁没签名 给他们好 对 谁没签名 谁不对 我们一生就是靠着圣灵 所以罗马书前五章讲 因信成义 信就成义 靠宝学成义 因为靠着宝学 你耶稣基督的义袍就夹在我身上 六七八章讲成圣 要信耶稣以后要走路了 要开始走了 那怎么样的 是靠圣灵成圣 靠圣灵成圣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绝对做不到的 你看你要读罗马书 上次我们读过罗马书第七章 我里面没有良善 我里面没有良善 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 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经历 经历都是一样的 这说明人性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必须圣灵来做这工作 不是你我能做 如果你觉得你信耶稣以后 你生命有了长进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感谢神 不是你能 你聪明 你对圣经懂得多 你生命能改变 不是的 但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 圣灵在你里面做工 使你能够 生命有了长进 对吧 这边还有地方 使你的生命有了长进 我们所以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旧约的时代 圣灵不是说 不是说从耶稣基督得荣耀以后 才有圣灵 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从达岐出 从太初就都在了 在旧约时代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是借着一个人 某一个人 借着这一个人 传神的话 传神的旨意 新约时代有什么区别的 从耶稣基督 中天的荣耀以后 四下圣灵来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插过了 使徒行段第二章那里 四下圣灵来 是什么意思呢 从此以后 从主后三十年的五旬节 五月底 那个时候圣灵降临以后 凡是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的主 为他救主的人 一信就得 就受圣灵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信主的朋友们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约翰一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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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节 五章十三节 请帮着旁边的朋友们 翻翻圣经 或者是两个人共用 比较快 我们时间很有限 五章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生 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这句话很重要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要问你们各位信主的 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永生啊 你知道不知道有永生啊 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永生 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请你看三章 往前面三章 三章的后面 三章的后面 三章最后 三章最后 三章二十四节的后半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有永生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 是因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知道你有永生没有啊 知道 为什么知道 为什么知道 因为有永生 你怎么知道有永生 你摸一摸有没有 你摸一摸 以佛所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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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着翻一翻啊 或者一个人翻到 两个人看啊 以佛所书第一章 十三节 一章十三节 广罗写信给以佛所书的信徒 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一章十三节 以佛所书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 你摸摸不到了 怎么知道有圣灵 因为什么 是不是凭感觉 是不是凭感觉 今天我很喜乐 明天我又很忧愁 对了 人生就是这样啊 忧愁的说 哎呀 我们有圣灵啊 我很喜乐 有圣灵啊 今天能生过罪恶 有圣灵 明天又软弱 跌倒了 又没有圣灵了 是不是这样 约翰福音十四章 那个圣灵 怎么不要不必查了 永远住在你们庭 永远与你们同在 你们有圣灵 为什么 你在这上 这些圣经 你有没有看到 你因为什么有圣灵 因为什么知道有圣灵 因信 不凭感觉 不凭感觉 所以现在你信不信啊 你信了 你有永生没有啊 有了 有永生了 所以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啊 有了 好了吗 问题解决了 他们也解决 圣灵要在你里面做工 要在你里面做工 做方才的工作 把这个乞丐 叫花子 要变成王子的样式 一生的工作 一生在你里面做这个工作 一天一天的让你变 一天天的变 要做这个工作 圣灵怎么样做这个工作呢 我告诉各位 圣灵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 圣灵如何改变你我的生命 圣灵就是要对付那个疾啊 自己的疾 我告诉各位 人的问题就是人 我的问题就是我 这是新约圣经的教导 旧约圣经也是这么讲 我的问题 我人生一切的问题 就是我 所以圣灵要改变你的生命啊 就把你这个旧造的 All creation 旧造天然肉体 这个生命啊 要把它怎么样啊 要对付它 要把它打碎 不打碎的话怎么样呢 不打碎的话 这个新的生命出不来 好了 我 你看我刚才说过 我的生命 我的问题就是我 我的问题就是我很奇妙 耶稣基督为什么说 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 Self 为什么 因为我的问题是我 有一个先知 叫做约拿 大家都知道 从小在主日学 讲这个故事 很好听啊 约拿先知 被吞到大鱼肚子里面去 是不是 这个先知啊 他是很好的先知 被神中用的先知 但是他不服从神的命令 对不对 神叫他去你一位 拯救那个外邦人 他说我是犹太人 我是神的天之教子 我凭什么到外邦罪人那里去 他们不配 他们该灭亡 所以神叫他往东啊 还叫他往西 他要到塔斯去 要到西班牙去 他就跑到约国 要买一只船 买船票要上船 要逃 要逃啊 要躲避神 这个先知很有意思 躲避神他就上了船了 一上船不得了 狂风大作 狂风大作 船上人都莫名其妙 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人都很迷信啊 大家就一个一个的问 问不出来 后来说我们抽签好了 一抽签就抽出约国了 他就问说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告诉我们你 你怎么回事 一问他 他是信靠耶和华的 哇 他是约华的仆人 然后大家就吓坏了 那你的神 你赶快问问你的神 要怎么样 那这风浪能止息啊 不得了了 船要翻了 约国说 约拿 讲错 约拿 约拿先知 他躺在船底下睡觉 风浪都要 船都要翻了 他躺在船底下睡觉 他跟神 呕气 躺在船底睡觉 你把他叫起来了 说不行 你快告诉我 我说神马 很简单 你们把我抬起来 扔到海里 风浪就平静 注意听哦 你们把我 扔到海里 风浪就平静 还有下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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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今天你们遭遇这些患难 是因为我的缘故 感谢神 属灵的意思是什么 有一天我发现 我从前脾气很大 有一天神像我说话 他说你有没有权利 给家里的人 给朋友 亲戚 给众人 制造 痛苦 所以忽然问我这句话 我说我没有 我没有 那天我才懂得 越拿的意思 原来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我 夫妻两个吵架 都是对方不对 太太的问题太大 先生的毛病太多 简直没有办法相处 哎呀 和本来没有办法了 这有一天神感动 你看到我 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那就好办了 事情 事情就好办了 不然的话 永远不好办 我告诉你 一辈子夫妻两个 绝对不好办 我给你保险 你为什么 这只是当人的道理 当人的道理 这是表示什么 那么人的问题 就是这个 你看 所以圣灵 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要怎么样改变 第一个他要做什么 是对付这个我 对付这个我 我从前 在太平洋边上 在台湾的那个 最紧东边 小岛上 捡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那个东西我也不懂 我捡回来 我觉得好好玩 一个红红的这么大 比这两毛五的硬币大一点点 一个鸡心一样的东西 鸡心形的 一个 一个这个 酱紫色的 最奇怪的 好像 北京这个城墙上 不是有金砖流利瓦吗 对不对 这么亮 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 像那个琉璃瓦一样 哎呀 这是什么奇妙的东西 我以为捡到宝贝了 我就拿起来去问人了 懂得 年长就告诉我 那时候还年轻呢 年长就告诉我 这个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红豆 不是今天你煮红豆汤的红豆 红豆 生南国 那个红豆 也叫做香丝 对不对 香丝籽 我说这东西好宝贝 其硬无比 这个东西真是奇怪 好硬好硬 我舍不得摸它 但是我总碰它都没关系 在身上带着 都是那样 好硬好硬 好亮好漂亮 这个东西 如果把它埋到地里的话 它可以长出一棵 很好这个香丝的树来 结了很多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我舍不得了 我就摆在怀里边 揣在包里边 我到美国来说 把它丢掉 很可惜 不然今天给你们看一看 我今天还很想它 想那个红豆 但是 我信了耶稣以后 这个红豆对我的启示 很大 这颗红豆对我的启示 你说这颗豆子里边 里面有什么 它里边有什么 去告诉我 这豆子里边里面有什么 对啊 里面有生命 你摸一摸它 哪里有生命啊 好多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在 神给我的启示很大 我说糟糕 我信耶稣真是白信 信了半天 还是硬邦邦的 好漂亮亮的 我看我自己好漂亮 信了耶稣以后 又做礼拜 又侍奉 又奉献 又写文章 见证 其实我没有生命 不是没有生命 我里面有生命 什么没有活出来 我还是外表那种 漂漂亮的 冤层未冻的 这么一个 很硬的一个东西 主耶稣说 主耶稣 在 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 他马上就要收乱 他的时候到了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死 不漠在地里死了 仍然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你说耶稣是人的 还是神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说话的 七章四十几节 约翰福音里面 七章四十六节 是不是 好宝贵这句话 七章多少 对 四十六节 从来没有像 像他这样说话的 自古至今 古今中外的哲人 哲学家 圣人都交在一起 也没有人讲到 这样的一句话 这么平凡 这么简单 这么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 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 死了 永远是一粒 像我那个红豆一样 在我穿了好几年 还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各位弟兄弟 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边 你心里面有没有生命 你心里面有没有生命 我今天问你 你心里有没有生命 不敢说 你有生命 因为你有圣灵 可是你看看你啊 不像有圣灵 你看看我不像 这是为什么 你的生命没有活出来 没有活出来 为什么没有活出来呢 没有经过圣灵去对付它 圣灵要怎么样对付 刚才我说过 圣灵要对付我们的神 对付我们的神 对付我们的self 急 对不对 对付那个我 我是个什么东西 我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叫做我 这个我的问题 我就是我们人生的problem 这个problem的究竟在哪里 这个我的 所以称为我们的问题 就是因为 我呀 我呀 跟神啊 关系不对 各位要注意 这是人基本的问题 我跟神的关系不对 我的目中无神 不信耶稣的时候 是目中无神 甚至于信耶稣以后 还转不过来 还是目中无神 还是怎么样呢 在神的面前高傲自大 还是自我中心的 还是自私的 还是骄傲的 嫉妒的 其他一切的罪 都从这里出来 所以罪的根就是 我跟神的关系不对 所以这个我 就是问题在这个我 人呢 跟那个他的maker 跟这个造物主 造他的主 闹别扭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化学也是律 现在太空的 一切的运作 都靠一个律 神 他并没有强迫你信他呀 但是依赛亚书怎么说呀 你若是听从 必吃地上的美物 若不听从 反倒悖逆 必被刀剑所灭 这是耶和华 亲口说的 神为什么 这样子说话 他这么独裁 因为听他 是顺他者昌 逆他者亡 为什么 因为神是公义的 他有一个律在这里 好像你们开车的时候 要走红绿灯 对不对 红绿灯 摆在那里 红灯亮了 问题告诉你了 我红灯亮了 我照样闯过去 你知道吗 我高兴闯就闯 对不对 你想得通 想不通 闯不闯在我 你怎么闯呢 有一钱 毕竟被砸死 这是硬化 神的律 神的律摆在那里 你不能跟神的律闹别 所以人离开神 人跟神的关系不对 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话 才有一切的罪的现象出现 怎么样了 就是神 人跟人的关系就不对 人跟神的关系不对 人跟人的关系就坏了 就不对 人跟人的关系不对了 不和睦了 人自己里边怎么样了 自己跟自己打仗 里边交战 还有没有平安呢 还有没有平安 人与神不和睦 与人不和睦 不和好 你的内心有没有平安 就没有 对不对 你试试看 夫妻两个吵架 三天不说话 三天不说话 你试试看什么滋味 什么滋味 有没有平安 很高兴 没这回事 没有什么 你与人不和 你为什么与他不和 因为与神不和 我们基督徒就有一条办法了 遇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求神 给我们打出路 两个人就没有办法顶住了 就求神解决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神可以帮助我们过去 你没有神你就过不去 是不是 所以神要对付就是我们这个人 这个极 对付我们这些个极里面的罪性 人的天性 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 人的 人性究竟是什么 人性怎么解释 这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中西哲学各有其说 中国有性善论 有性恶论 是不是 圣人有这些论 我读圣经 读到圣经 我才得到最好的答案 中国圣人就性善也好 性恶也好 西方这些 都都归在一起 都没有用 唯独圣经 告诉我们 神造人的时候 是照着他荣耀的形象造的 所以你说人性 人被造的时候 照着神的荣耀的形象造的 你说人性是善还是恶 照神的形象造的 是善是恶 是善的 但是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 发生了一件事情以后 就一切情况都改变了 一切情况改变 从那以后 神跟人隔绝了 跟神的生命隔绝了 被神赶出去了 人与神的关系怎么样 不合了 不合了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为我呢 就是要把这个不合的关系 再恢复 你因为信耶稣 借着这个十字架 你就复合 跟神 再和好 圣经叫做和好 reconciliation 和好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人跟神隔绝了 隔绝以后的 人性如何 你说三章 创世纪三章 我下看 接着两兄弟 哥哥就把弟弟杀掉 如何如何 这些事就开始了 罪就进入世界 罗马书五章那里说 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 死就临到世界 死就临到众人 罪的公家就是死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你如何解释 我从前喜欢哲学 为什么 想解释这个世界 我知道读到圣经以前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 what's going on 这是干什么 在这里 怎么回事 我不懂 读圣经以前 我也不明白 我是谁 也不明白 我在这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哪里去 什么意思 整天都慢撞 被这潮水推着走 推你到这里就这里 推你到那里又到那里 知道读到圣经 知道人性 人性 人性 人是善 但是说 因为 背你神 对不对 这个原因很清楚 为什么很清楚 今天你还能够 还能证实 你如果立刻接受主耶稣 你跟主耶稣和好了 圣灵在你里边做工 你还能恢复从前 那个什么呀 那个善的本性 有人说信耶稣 你们太没处心 包括我在内 你们都太没处心 这么软弱 你们 什么都求神 求神 自己好像一无所能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有人这样说我们 如果一个人 从来还没有看见自己 是一无所能 一无所有 一无所知 一无所事 他绝对不能信神 绝对不能信耶稣 他信耶稣都是假的 圣灵还没有光照他 他还不认识自己 有人说你们信耶稣 我把人的价值都贬低了 真是把人的价值贬低了 你看主耶稣了没有 他是神的儿子 他在十字架上 受尽了羞辱 诗篇二十二篇 你看过诗篇二十二篇 很有意思 诗篇二十二篇 诗篇有几篇诗都是预言弥赛亚的 预表弥赛亚的 二十二篇就是一处 诗篇二十二篇 二十二篇 第六节 第二十二篇 我们不都看看第六节 但我是虫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 这是预言主耶稣基督 大卫被圣灵感动 预言主耶稣基督 我是虫啊 我从前读这些圣经反感很大 是把人的价值都贬低了 人哪里还有什么价值 那基督教信他干什么 耶稣 的确啊 你看看这个耶稣啊 耶稣被刮上的时候 他就变成头了 连人都不是 人的尊严一点都没有了 是不是 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信耶稣的人也跟他是一样 我从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人就骂我一句话 我骂他三句 上司要两句话 不客气我 我对了上司 我把他桌子都给他掀了 马上走路 英雄得很 如果有人欺负我 我就抓住他 非今天非给你搞个清楚不可 我不能受你的冤枉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的我不是真 我感谢神 不是我能这样吗 我这个坏得很呢 是神奇妙 人家现在毁报我 我羞辱我 后面造我的妖言 我听到了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感谢神 我也能为那位先生 和那位姊妹 求主 祝福给他 这不是使人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我告诉各位 信耶稣不是人变成虫 不是人都没有人的价值了 是信耶稣是真正实现人的价值 人最崇高的地方 你只有信耶稣才实现出来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受到那样的羞辱 就得着荣耀 我们呢 你我都是一样 你我都是一样 今天我们为主耶稣受苦 为主耶稣基督受苦 我们信了耶稣要受苦啊 因为圣灵要对付我们呢 有机会我再详细告诉你 怎么样对付啊 好 我现在讲到什么呢 圣灵要对付这个我 对不对 怎么样对付呢 好像我那个红豆一样 圣灵要把他埋在地里 埋在那个又脏又湿又黑的 那个又臭的地里边 怎么样啊 一天一天在烂他 那个化学物理作用 一天在烂他 慢慢他烂掉一点 又烂掉一点 慢慢就是都烂掉了 怎么样啊 里边那个芽生出来了 那个芽是什么呀 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哥罗西书 不是乞丐了 变成王子了 变得还不大 刚变了一点点 开始在变了 哥罗西书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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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好了 第九节好了 哥罗西书三章九节 三章九节 三章九节 但现在这里又来了 罗罗仓讲 从前 现在 从前 现在 什么叫从前 现在呀 什么叫从前 现在呀 各位注意 听到我说的话了 没有 什么叫从前 现在呀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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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从前 现在呢 就是改变 听到我的话了 没有 改变 对不对 好 看这节 三章九节 不要彼此说谎 是不是三章九节 三章九节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十节 穿上了新人 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 在对主的认识上 所谓在知识上的意思是 对主的认识上 渐渐 renew 更新 一天一天的对耶稣的认识更加增多 底下注意 底下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现在还是不是乞丐啊 有王子的形象 人的价值有没有提高啊 还是贬低了 所以我们没有搞清楚 我们信耶稣不要糊里糊涂的 不要糊里糊涂的 神期待我们是什么 神期待我们 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你得生命 这些得得更丰盛 神期待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 要往前跑路 要受主十字架的对付 圣灵要对付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叫你生命改变 改变的目的是怎么样 造他主的形象 主耶稣基督哪样的荣耀 我这个乞丐也跟他像 不是一下子 不是一下子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呀 这些人都知道 渐渐有没有 渐渐 我们不是一天做圣人 所以很多人错了 到教会里来找圣人 找了半天 他说我要换一个教会 这里没有圣人 到那个教会又去找了 找圣人 这个不对 不错 每一个人都在成圣 这条路上跑 可是我们究竟是人 不可能一下子怎么样 我还告诉你 就是那最大的神学家 最敬虔的圣徒 他临死的时候 他的救生命 也不会完全脱掉 不可能完全脱掉 唯有到我们见主的面 哪一天 我们才能真正变成主的形象 今天呢 只是尝到一点样式 尝到一点样式 所以主啊 主的主救我们的意思 不单是让我们得生命 得那个生命 像我那个红道一样的 没有用了 让你生命改变 让你结果子 结果子 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 像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是结果子 神的应许 你里面有生灵了 今天大家都明白 你里面有生命了 所以我们彼此的勉励 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 你要活出来 你不要说 我这个人不行 没有用 我做基督徒 我一定失败 一定软弱 没这回事 你里面有生命 你为什么不靠他活 他能活出来 好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旧约时代 又有一个先知 叫伊丽莎 有一个先知 叫伊丽莎 听说过伊丽莎没有啊 中千七八百年的 时代的一个先知 他兴了很多的神迹 这里伊丽莎 有一天她一个门徒啊 死了 门徒的太太做寡妇了 就来找伊丽莎 找先知 她说你婆人 我丈夫 死了 现在这个债主 都跑到我家来了 要向我讨债 我没有钱还呢 我两个儿子 他们要挪去当奴隶啊 伊丽莎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家里有什么吧 这个 这个夫人 这个广妇她说 我家里 十女家里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瓶油了 伊丽莎一声 好 你回去 把邻居四方了 你赶快借借瓶子 公瓶子啊 过少借了 借完了以后 你跟你儿子 进了房间 关上门 你就倒油 往瓶子里倒油 老基督徒都听过这个故事 倒油结果怎么样 一直到油 一直有 奇妙的是 我告诉你 信耶稣是奇妙 你明白不明白 明白不明白 耶稣的名字叫奇妙 你知道不知道 你必须知道 信耶稣叫奇妙 你才能信耶稣 你凭你那个理性 学物理学的 那个死的理性的话 你没办法信耶稣 这瓶子由一倒 倒两三瓶都出来 不到两三瓶 所有的瓶子都倒满了 一直都倒 最后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是可以油没有了 瓶子没有了 这是一个很深的 属灵的道理 属灵的教训 你生命要长进 你旧生命不死 新生命就不能活出来 你旧生命死 就是你里面有空瓶子 懂不懂 你除掉一个 多一个空瓶子 是不是 你空瓶子越多 你给神预备的空地方越多 神就怎么越满 充满你呀 以后所说五章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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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所说 五章十八节 下半 上话是说 不要醉酒 不能使人放大 下半 乃要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 你想起来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 圣灵要不要充满我们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做的 是不是天天在主 那边跪在地下一天 像主球 主啊 你充满我 充满我是不是这样 来要被圣灵充满 原文的意思 让你自己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 这是一个command 是个命令 是个命令要注意 这是一个命令 命令句 你要 你要做什么 你要让你自己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 话而言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不断的预备空瓶子 对不对 对不对 很清楚吧 不是圣灵充满你 你看到了没有 不是说这个圣徒很伟大 他很圣洁 他一求圣灵就充满他 我太我太糟糕 圣灵不充满 不是圣灵一样的 圣灵是怎么样 永留不尽的 活水江河呀 你明白吗 风风足足的浇灌下来在我们的里面 他怎么会不充满你 是你里面堵住了 你里面没有瓶子 你里面没有瓶子 所以现在有流行的 有很多错误的思想 有一些人他要追求圣灵充满 圣经没叫我们追求圣灵充满 还有 圣灵要充满我们 你的责任没有尽 圣灵充满不是说 现在流行很多的 很多的基督教里面 很多的不同的派别 他们说要圣灵充满了 就要说方言 说舌音 圣灵充满了 要在地下打滚高兴的喜乐 圣灵充满了 一按他的头他就倒下去 圣灵充满了他有病我一按就马上治好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没有叫我求这个 这些个人他追求什么 追求灵恩 对不对 什么叫灵恩的charisma 什么叫灵恩呢 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就像我们不讲了 你看那个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就只有各样不同的恩赐 但是你要注意 后面有一句话说什么 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 恩赐是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他 我不否认有说方言的恩赐 圣经赐给他了 他就说方言 圣经赐给我做什么 一病可能我就一病 这个你不能求的 你求就是勉强神 你明白吗 他虽己意分给你 所以我们不要追求他 那么我们追求神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一报所述五章十八节 那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让自己经常被圣灵充满 你要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 倒空你自己 流出空瓶子来 让神经常充满你 而且我们不是充满一次 圣灵充满了 这个礼拜五 我圣灵充满了一下 过了礼拜六 你觉得好空虚 昨天好充满 今天怎么搞的 一点喜乐都没有 不是凭这个 这都是圣经 没有这么讲 没有这么教导 不凭感觉 不凭外貌 圣灵充满 要表现的 真正在哪里 就是 加拉太书五章 二十二节 二三节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圣灵充满的 爱是这个人 结圣灵的果子 真的没有 不是他会说放眼 不是会说 在那地下打鼓 不是把他按手 能一变 这都是其次的东西 圣经告诉我们 清清楚楚 一个人圣灵充满了 里面一点脏的都没有了 他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二十二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爱平安喜乐 忍耐人次良善 现实温柔节制 对不对 不是说今天我高兴 我很喜乐 圣灵就充满了 明天忧愁 不是这个样子 是看你有没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衡量你自己 你看看那里面 有多少这个东西 一根里面有多少耶稣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有多少圣经知识 是有多少耶稣 所以我方才说什么 圣灵要把耶稣怎么样 就直到我们里面去 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各位弟兄姊妹 你不要跟别人比 不要跟别人比 他可能比较长进 可能他是快一点 他在做基督徒的路上 跑得比你快一点 那你不要有自卑感 你可能慢一点 像我就是很慢的 保罗是最快的 可使徒保罗 一心耶稣 他立刻改变 这个人不得了 我是个笨笨人 十几年 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今天要传给你们 你不要跟别人比 做基督徒也不要 在世上的事 更不要跟别人比 人比人就气死人了 何必找这个气 我告诉你 神给个人都是不同的 你不要跟别人比 做基督徒也是一样 你要比 要怎么比 要跟你自己比 对 从前 如今 你信列斯几年了 五年了 想一想 跟五年前 我怎么样 甚至于那信心 常常追求的人 跟上礼拜比一比 这是圣灵 经常 经常他要充满 经常接受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七章 三十七节 三十八节 约翰福音 信罗的 要从他父专流出火 所以在江河来 这圣灵宝贵 是在我们里面 你看 他的功用大不大 基督徒要知道圣灵 这么宝贵 主义我们存在 是这样的宝贵 有没有问题